请收看维新世界和平论坛 所以我就要讲说这个和平在我看是有层次的 必须要有一个先有物质的作为基础 然后再建立上面的比较高层的心灵文化方面的 如果没有这个物质的做基础的话 那么要讲和平 我认为并不是很乐观 所以中国这个字 这个饭字 我认为结构是非常好的 本来饭是吃的东西应该是虫米 或者麦字盘或者米字边 但是它是一个食一个饭 那一个食一个饭就很有哲理了 我们把这个两个部分是同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就这个饭把它固定不动 看食这边的一个变化 那食这边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 就是代表吃的这边的变大了 对不对 你生产的东西多了 你收入消费能力的强了 所以食的这边就变大了 相对来讲反的因素就变小了 这社会就比较不会乱 如果反过来经济萎缩了 那么食的这边就缩小了 反的因素就变大了 所以我们自古以来不是讲吗 民无始必反嘛 没有吃的 那不反 我认为是违反人性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大可能 所以要和平 要平静 首先必须要什么 要经济做基础 还是要有这个物质的一个基础 这是这个饭字 另外一个就和平 早上这个从房院长啊 各位学者都提到这个和字 那么和字啦 有一个口跟一个和 也就是每一个嘴巴 必须要有饭吃 必须要有和也是代表道嘛 就是粮食 必须要有饭吃啦 所以我们一个社会要和谐啦 要比较平静 必须要什么 大家要有饭吃 所以我台语一句话 我认为很有道理 我们这讲啊 小孩子那阴啊 这靠腰啊 肚子饿一定叫 没有不叫的 所以肚子饿的时候 这情绪就不好 那当然就容易冲突啦 就容易冲突 所以啦 如果东西可以吃的话 那基本上会比较和平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浅见啦 那么和还有一个是什么 在我看是调和 调和 我认为宇宙上是有不同的啊 像疫情 我是没有研究疫情 但疫情也是不断的变嘛 从太极生两余四象到八卦到六十四卦一直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是不同是宇宙客观的一个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一直要求同 我认为这个一定要同啊 不一定 在我看哦 我个人是认为不一定是好啦 因为有不同 那才有这个 这个 变化才会美丽 像如果花 大家都是红色的 只有一种花 全部是红的 那 我们必须要五颜六色才美嘛 对不对 如果音乐 只有一个音符 大家都同啊 那成什么音乐呢 大家都只有一个音符 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味道 那就 也不是 五味杂成 十味杂成 酸甜口辣咸 麻醋腐败罪 你必须要调啊 所以必须要调 这个不同 但经过调了以后 那会变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嘛 所以呢 我们要尊重不同 但是这个不同 如何大家协调 我认为是蛮重要的 对世界的一个和平 这个的一个形成 所以世界和平 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样 我想这个是难度很高 而且建立起来也不大容易 要尊重这个差异性啦 所以我到西藏去 到西藏 西藏当然帐法有很多嘛 像塔帐火帐 天帐 土帐 水帐等等 那天帐是把这个人的这个尸体啦 封了以后 这个 这个 要解开啊 然后再 喂给这个 这个老阴吧 那我们汉人呢 是 是什么 以土帐为主啊 在西藏是 土帐是什么 下第一月才土帐啊 那如果说你不尊重他 你一定要说要跟我一样 那他不跟你拼命才怪啦 所以有些时候我是那么说 你到那边去 我个人 我有到天帐台去看过 我说如果我在那个地方挂啦 我也希望用天帐 这个一了百了 也非常的 又做好事 所以我认为尊重不同 但如何调和 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世界和平 是蛮重要的 你不能说一定要强求 一定要 谁说一定要穿西装 对啊 我是 今天是含着眼泪 戴着微笑 穿西装啦 哈 因为我平常不太穿西装 西装是英国 和欧洲的嘛 欧洲尾度是多少 英国的尾度大概在别尾 51度多 快52度 我们这里25度 那天气候不一样啊 他们穿得很素 我们穿得满身大汗啊 那球铜我认为不大对 也并不是要尊重 当地客观的一个事实 但是 我个人的 这个 一点浅见 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恐怕也快超过了 所以 我说世界和平 要和 首先必须要什么 要有物质做基础 人生在世嘛 吃喝两制嘛 吃跟喝 就是饮用水嘛 这两个先解决 然后才能够提到更高层的这个领域去 那战争是和平的一个相对的 那人为什么会整 我认为是从经济学的供需率可以来解释啦 这 供应 不足 就会容易产生增 容易产生增 我们现在问他不增空气 因为大家都有啊 就不会增 如果说今天 这个房间空气只够 这个100人用 看会不会增 马上就增了 所以 供应要足够 也就是经济的一个发展 各方面的一个物质方面的供应要足够的话 那么对世界和平的一个达成 才 我认为才 比较有可能 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的话 那可能 要达到就 相对的一个困难 这是我 个人 这个出钱的浅见 就教于各位 谢谢 台湾台湾 天天的万物 隔游前 有声秀信 和无力 谢谢 謝謝施教授的非常寶貴的回應 那麼接下來也是今天這個單元最後一位 是我們恭請張院長任蘇先生 他是政治大學社科學院院長 法學院院長及鄭州大學講座教授 現在就請 謝謝尊敬的回源禪師 諸位先進 諸位前輩 還有我們論文發表人和回應人 大家都好 現在時間剛好是三點鐘 我想大家做了也很辛苦了 但是我想最後安排的我來做一個回應 也是算是這個怎麼講呢 也是那個楊院長特別邀請我 我說今天這個四篇東西 我能夠比較真正能夠理解 大概可能只有三篇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叫做自然法則好像太深奧了 對我學這個社會科學的人來講 可能是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回應 但是我後來聽他講的最後一點 他這個結論就是自然法則 這一點我發現和我們這個主題是有關係 什麼有關係 自然法就回歸自然 一切回歸自然以後 就不會有戰爭 就是和平 所以我想這一點還是可以 對我來講還是有很多的啟發 那麼我現在呢 就今天剛剛上面這幾篇文章來講的話呢 我認為這四篇裡面都和我們中華文化有關 為什麼呢 剛剛講自然科學有關係 因為那個剛剛講 我們老子講過一句話 叫做這個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 法自然 你看這個自然 這個就是回到那個自然規律裡面去了 一切要回歸自然 所以我想還是有關係的 那麼這個剛剛那個印教授講的那個 兩岸關係東亞的那個 我認為我們王殘老祖的 他的這個談判的技巧 說服的技巧 如果用在 用在我們現在這個所謂這個 國際的爭端呢 是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國際爭端呢 如果把我們 王殘老祖的他所講的那些 我們看過他的那個 各種各樣的那個 所謂逼迷了各方面的這個運用 那就是可以使得 就是不要打仗而得到和平 所以也是有關係 那麼在我看來 講來講去啊 我還是要回歸到 就是我們中華文化的這個本位 剛剛早上也有先生在講啊 英國的歷史學家 唐恩比 說中華文化可以救世界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 那個英國的一個 專事科學家 寫過一本叫做 《中國科技文明史》 就是叫做這個 李悅誓 對 李悅誓 那麼我還翻譯過 他所指導的一個 一個人寫的叫 道生寫的叫 《中國文化的文明的垂統》 我曾經翻譯過這本 他這意思就是 他說中國人呢 不僅是在精神文明上 有很大的發明 很多的這種 了不起的這種這個理論 而且是在科技方面 也是領先世界 他說不要講什麼四大發明了 就拿中國人的航海技術來講 早就超過西方 例如說鎮火七次下西洋 他所率領的這個艦隊 規模每一個船隻的頓位之大 以當時沒有無線電的通信 沒有冰箱沒有電器 能夠幾十艘的大人船 航行到非洲馬達加斯加 這個技術超過哥倫布 超過麥浙倫 他舉這麼一個例子 所以我說來說去 就是我們中國人 不要忘記我們祖先 留下來的這些寶藏 我們要好好的運用 好好的推廣 讓全世界都知道 如何把中華文化的這個精神 把它發揮 世界不會打仗 那後來我在研究了 中國文化到底有哪些精神呢 我發現大概有四個精神 第一個就是人本 人本主義或者人本精神 就是以人為中心 把所有的事物都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比如說古代來講 雖然是皇帝了 但有一句話 君清明貴 皇帝比人民清啊 人民是貴的 民為幫本 民是國家的最基本 所以這個說明 我們要任何一個 就是在一個公司也好 一個家庭也好 我們都要把人放在最重要 不要把物質放在最重要 講得不好聽 比如說穿衣服 衣服是要用這些東西 我們要以人為中心 所以剛剛也講到 外國的東西 這個衣服 要合乎我們本國人的 本地人的生活習慣來穿 外國的東西很好 但是你不要說 一股腦把它拿進來 不合乎我們自己 要合乎我們人 所以人本 人本主義就很簡單 就是這個 我們以人為中心 在所有的各國 各種人際關係上 家庭的關係上 還有國一國的關係上 都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你既然這樣的話呢 應該講不會打仗 是吧 第二個呢 我發現這個是什麼 是仁愛主義 或者仁愛的精神 孔夫子的思想 全部加起來 最後歸納成一個字 就是人 所以範詞問人 子曰愛人 你要愛人 所以要推起其人 其所不予勿施於人 這個 把自己 就是 不喜歡的 不要推給人 自己 還推起其人 我自己能夠 享受到的 或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得到什麼樣的 比如這個 藝術 我要推廣到別人 讓別人也能夠享受 還有呢 幾機幾密 人機幾密 人家 肚子餓 就等於我餓 這些觀念的 都是仁愛的觀念 一個人字 你看一個人字旁 兩個人 兩華 就表示 兩個人的關係 一定要 建立在這個愛 人就是愛 所以人名愛物 你看那個 講這個古代的也是叫 人名愛物 這些觀念 這個仁愛主義 還有很多了 比如說這個 我們這個大眾思想 裡面所講的 大眾社會 黎雲大眾邊講的 就是一個 仁愛主義 老無老 以及人之老 幼無 又於之人之幼 這個觀念可以 擴大到 整個的世界 不是只有說 我們家庭 或者我們自己的 這個這個 什麼 同事 或者我們自己的 這個朋友之間 而是整個的人類 所以你看現在非洲多可憐 剛剛找到一個照片 我們那個檢 檢部長所顯示的 有多少好像有 一億的人口 處在飢餓狀態 還有多少人的人口 沒有水喝 沒有乾淨的水啊 還有印度 你看那個百萬貧民窟 在夢賣 多麼可憐 如果就整個世界的觀念來講 有錢的國家 應該去推幾幾人呢 去救助這些地方 但是也很可惜的 這些窮途的 這種國家的當政者 完全沒有人本主義 把他們人民當成動物 當成物 你看多可憐啊 別的國家的援助去了 裝到政府官員的口袋 老百姓還是得不到啊 你看看這樣子 真的是 所以這個就是 把人都當成出口啊 所以這個叫 這個是這個 我講的這個人愛主義啊 我們中國人這個人愛主義 如果真的把它發揚光大 也是世界上 也不會有 也不會有戰爭了 第三個 比較那個 怎麼樣 比較深入一點 就是中庸主義 中庸啊 论語那個四書五經裡面 中庸嘛 中庸大家 好像這個 不如這個論語啊 推廣的這麼多啊 但是它裡面 講的這個道理啊 太深 太好 什麼叫中庸呢 中有兩個字 你看我們 同樣講我們比如說 射箭 射中了 好啊 你射偏就不好啊 還有做事情啊 我們要 不偏不移 不要太偏 也不要靠 也不要走一半 要站在中間 兩條大路 走中間 三條大路 我們走中間 也是中 中就好 中呢 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做 適中 適宜的時 適中 就是什麼事情啊 要做到 恰到好處 過由不及 都不好 適中 第二個 中的解釋什麼 適中 時間的時 與時俱進 絕不落伍 永遠趕上時代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中華文化來講 歷經五千年也好 幾千年也好 其他世界的 幾大古文明都完了 埃及文明到哪裡去了 沒有了 埃及 它的文字也沒有了 它的那個 語言也沒有了 它是講的 現在是阿拉伯文 新的回教 它的宗教也沒有了 是不是 巴比倫 兩岸文明 也沒有了 希臘文明 現在希臘 你看多可憐 它現在給人家 觀光的 都是它的老祖先 留下來的那些 宮殿 它現在什麼都沒有啊 但是反觀 我們中華文明 從中華文化到現在 歷久彌新 也就是說 我們也是能夠趕上時代 雖然老祖宗講的那些話 永遠在那裡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它的意識 卻能夠和這個時代 能夠結合 所有的 你看至強不習就是 永遠要向前 不要停留 這麼早就像至強不習 這就趕上時代 所以這個 時中和時中 是這個中的定義 再來是 大家永還是平永啊 這個永這個字 不是這樣解釋 永第一個是有力 做事情要有力 永呢 還要就是呢 要持久 不要五分鐘的熱度 要永遠持續下去 做事情呢 我們現在叫自行力嘛 政府要有執行力 而且要持久 不要五分鐘的熱度 所以這個叫中庸之道 非常高深的 我念一句話 這個是 抱歉 人心唯唯 道心唯威 唯今唯一 允之絕終 至未發未至終 發而皆終結未至何 至終和天地未焉 萬物欲焉 還有說呢 中庸之未得以 其志以乎 民先能久矣 就是說真正要做到中庸很不簡單 真的要很用心很用力的來做 這是這個 講到這個第三點 第四點呢 是理性主義 理 理 理是什麼呢 我們最通俗的一句話 有理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不講理這個人不要理他 小自個人 大自國家 哪一個國家不講理 哪一個國家不講理 當年希特勒不講理 侵略別的國家 最後 給國家帶來什麼樣的災難 日本也是一樣侵略 掠奪這個中國和東南亞的資源 完全是不講理啊 結果呢 兩顆原子彈 讓日本人民遭受多大的苦難 所以要講理 這個理啊 還有其他幾個同意的意思 理者理也 要有禮貌 理者要有條理 做事情不能亂 要有順序 還有理也 也是失疑的疑 理者疑也 要恰當 恰到好處 要失疑 所以這個理啊 理性主義 非常重要 要講理 我們個人講理 這個同事之間講理 郭與郭之間講理 當然不會有戰爭 現在你看還有一個 我們也是孔老夫子講的話 這裡面要合乎這個理和人的道理 他說 以大是小 以人 以小是大 以智 大的國家 或者地位高的人 對待地位低的人 大的國家 對待小的國家 要以人愛之心 來對待 小的國家 地位低的人 對待大的 對待高的 我們要用智慧 不能瞞幹 所以有人形容說 兩岸關係啊 也是如此 大陸比我們台灣大 它和我們交往 要以人 處處要考慮到我們台灣同胞的感情 都是中華兒女 所以絕不能 用飛彈來打 是不是啊 這是 當然我們和大陸的交往 也是要用智慧 不能像某個黨 要給它拼啊 是不是啊 這個也是 可以講是很笨的做法 你真的這樣做下去 給我們台灣人民 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你有沒有想到 玉石俱粉嗎 可能都 連玉石俱粉都不可能 是啊 因為這個 對方是太大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拼了 在武力上拼了 所以要用智慧 我們這個 禪師 我們這個禪師老 推動了這個兩岸關係的交流 以中華文化為中心 推動這個交流 就是一個最智慧的 最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帶著向你 致上最高的敬意 兩岸和平才會有世界和平 是不是啊 有心修心和鼓勵 你看那個 這個現在來講你看 這個韓國給日本 因為那個什麼獨島的事件 釣魚台 就是我們三方面 這個日本 我們台灣還有大陸 這個衝突 南海 越南 都在這個 所以這裡面有很高的智慧 絕對不能再 再打仗 那麼還有就是說 剛剛講的這個談判 我們馬總統提出一個叫 東海共同開發 這就是透過談判 來解決釣魚台的問題 釣魚台以前為什麼好像 大家沒有什麼注意啊 因為它島那麼小 連一塊平地都沒有 欸 所以你說發現 它的海域附近呢 有豐富的石油 還有很多的礦材 哇這下不得了了 所以大家都要搶 爭奪這個資源嘛 那你中了是打仗嗎 打仗能夠解決嗎 剛剛講打仗 最後就是兩敗俱傷了 所以呢 只有透過和平的談判 想辦法來解決 我們怎麼樣共同開發 你說是你的 我說是我的 他說是他的 那怎麼打 三方面打還是怎麼樣 所以只有透過這個 東海 共同開發的這個方法 我認為這個馬總統的 這個建議非常好 非常好 也是和平了 不是打仗 所以根據上面所講的 這個理 理性主義 中庸主義 仁愛主義 人本主義 這四個主義 最後在歸納上三個字 就是情理法 離不開這三個字 情 就是人 就是愛 理 就是剛剛講的 合理 尊重 有理 法 法就是制度 情理法 所以要人性化 合理化 制度化 就管理上講 這三個 也非常重要 我們管理上要講 人性化 要合理化 要制度化 不是人字 要靠制度 是吧 情理法 那個理是擺在中間 法理 情理 你看到沒有 都立派一個理字 你談法 這個法要合理 要有理 談這個情 不是爛情 不是交情 是合理的情 所以情理 你看 理擺在中間 三個字擺在中間 中間是最大 三者居中的 中間為大 所以這個理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一些 包括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魂元禪師 所推廣的 鬼故子先世的 這個思想也好 我們中華文化的也好 全部真的是 來成就世界的 最好的法寶 最好的寶劍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 共同的努力 來為這個 事業 偉大的事業 大家都來 共同的盡一份力 讓我們世界和平 能夠得到 最後的曙光 謝謝 還有五分鐘 我大概講兩點 就結束了 第一點 首先非常感謝 在主席台的六位 專家學者教授 用不同的角度 來看 來談 來達到世界和平的方法 所以 今天這位主持人 表示非常的感謝 第二句話 在我們微信中 微信聖教 有 還是要強調 祈求世界和平的方法 我現在念一篇給各位參考 ��深獻 農天赴法寶嘉嘉 聖教 喀 fonctionne 讚 喀 營 羸 極 負泉 悄 曲 其世界永和平 好 我们这个章也结束了 本场次的论坛 在这里站高一段落 我们非常感谢 本场次的主持人 以及主论人 回忆人 他们精辟的论述 请各位再给一次热烈的掌声 好吗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台湾有一句俗话 逃鬼 新的鬼 所以我们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我们最后一个场次 即将开始 我们很希望 从头到尾都能够很圆满 我们这个场次 依照前面两个场次的惯例 我们由四位主任人 各就专业的角度提供论述 我们请两位回应人 做各自的回应 我们的论坛 特别强调 不是评论 评论就有是非 对错 我们只是各自都从角度上 来论述如何达到世界和平 我们第一位要请的是 中国鬼谷子思想研究会 黄立宗黄会长 黄教授 他特别 从北京的门头沟过来 我为了要去请他来 也同样的飞机飞到北京 北京开了两三个钟头的车 去门头沟 去山上 把他请过来 所以 他们都说 凭着这份情 不然好好讲一番 怎么可以呢 我们现在请黄会长 最近的主持人 杨员长 来台湾好多次了 今天 我做一个交代 为什么呢 刚才杨员长说 房会长是真的 说房教授那是假的 我没有正式读过大学 在工作之余 在首都师傅大学 读了五年中文系 然后又受部队送 送到人民大学 代陪 随人民大学正参干 历史系正参干先生 读硕士的课程 而且也没拿到学位 两年就毕业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 做这个特别的交代呢 就是第一不是教授 没有支撑 第二 没有正式的学历 而且今天我特别荣幸 能和我的几位老师同台 今天来了五位 人民大学的老师 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地地道道的 人民大学的学生 没有拿到文明的学生 说我很荣幸 我能和老师同台说什么 也是我的成绩 而且我还要自我表现一下 我学习态度特别好 就像我吃饭的态度一样好 同样的饭菜 我吃起来要比别人吃得香 同样的床 我睡起来比别人睡得香 同样的课 我相信我会比别人听得香 因为读业大的时候 有时候很辛苦 然后还特别坚持去听 说听起来就觉得 每一次 那个时候要值四块钱人民币 不听就亏了 说听起来特别香 这个有时候发高烧 把那自行车骑过来 想着发高烧回去吧 又想四块钱亏了 再回来还要去听 所以今天上午 我还要特别感谢杨院长 给我安排到 几乎是最后发言 这样让我的发言更有了底气 我是现学现卖 因为我学习态度好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 婚言禅师的欢迎词 也要特别感谢 青黄大学 也是我的老师 何院长的 侯院长的开幕词 使我非常感动 另外今天几位教授的讲话 他们的发言 我觉得特别过瘾 我还要特别提北京大学 我们那位教授的发言 我觉得他特别理性 当然台湾这些教授 我就不说了 因为他是大陆的教授 我觉得特别理性 我们现在的政府 需要理性的智库 需要理性的分析 不需要八刀而起 挺身而刺 挺身 八刀而刺 挺身而起的 皮肤之用 特别对于两岸 我们都是同胖 我觉得 侯教授那个 发言 印教授那个发言 特别理性 另外 我是在国防大学 当了好多年教官 也在部队的研究部门 当了好多年研究员 我对军事 特别对孙子兵法 独有情谊 研究鬼屋子 还是我的副业 是我第二个研究课题 今天林将军 谈了好多孙子的问题 所以借此机会 我也顺便 把孙子的问题 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今天呢 为什么我说 今天我的发言 就离开了我这个稿子 上一次我来这儿发言 我都上了台了 稿子还没拿到手 我就拿着黄院长 杨院长和黄教授的情书 拿着做了一篇学术发言 当时那题目和刚才张教授 讲的差不多 讲了李约瑟 鬼屋子的书当中 提到了中国的发明史的问题 就是这个指南针的发明 因为鬼屋子这本书里 第一次提到指南针的发明 而且呢 后来已经说 这个发明只是说 机械的发明 后来我经过我的研究 因为那里还提到磁石 向磁石之戏身 我就证明鬼屋子那个时代 映识到磁的力量 那个指南针 即使说的是指南车 那个时代 已经学会了指南针了 做这么一个科技发言 拿他们俩的行书 今天呢 我拿着稿子 但是我离开稿子 为什么 我最感动 最想说的是 我今天的学习体会 第一个体会就是 在这边这位原院长 他讲了 这个 房玄陵 讲了这个唐太宗 我就想讲到呢 我前一段时间 到这个西安去 我去拜业了 房玄陵墓 顺殿 也拜 拜业了当时那个皇帝 唐太宗的墓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都不愿望本 不愿望到 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 我们家 过去我们家上就跟我讲 我们家在山东 最好的地方 有个房家园 说当时可以和 金狗园闭美 那就是房玄陵 他的祖上的家园 因为房是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是大户 是旺族 所以我们姓房的 我觉得我们一定是 和房玄陵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房玄陵的后代 那么房玄陵 肯定也是那个的后代 房玄陵墓现在还在山东 还有这个碑还都在 所以修房玄陵墓呢 我没去 修完之后呢 我去拜业房玄陵墓 就是我们要不要忘了 我们的祖宗是谁 我想台湾同胞 特别是会员禅师 带着我们世界的华人 在这来祭祖 就是没忘了我们最早的 那个祖宗 我们开启中华文明的 那个祖宗 带我们三祖 所以这一点 我的中国国学学的不好 传统文化我继承的也不好 但是我拿我的行动 来弥补我的不足 这是一点 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说的我的体会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 我的体会 就是刚才林将军 讲了孙子兵法的好多问题 其实我理解 在这里斗胆 向我的各位老师汇报 特别我人民大学的老师汇报 我的学习体会 我觉得我们过去 对孙子兵法的研究 这个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把三篇的作用 说得太过 它没有那么神 比如我们 人民大学 这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他们的一些个企业班 经理班 总裁班 曾经里边列着名教授 当然了我很赞同 特别列着毛毛毛上将 毛毛毛宗将 来讲孙子兵法 怎么赚钱 我说扯淡 照他讲的 肯定赚不了钱 因为他连他家 那几瓶的素 都没摆了好 所以说 说研究完孙子兵法 就能赚钱 搞什么斗争 就能胜利 甚至庸俗到什么程度呢 用孙子兵法谈恋爱 还有的用孙子兵法 吃自助餐 那可能是 办玩笑的性质了 不管怎么说 说把孙子兵法 研究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是失败的 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理解 我觉得过去 我们对孙子的理解 有一个误区 这误区就是呢 理解他斗争那一面 研究的太多 研究的道那一面 研究的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